再來是蔡少芬 這也是香港的這個女人 港姐TVB的花旦 她當時媽媽賭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只知道一開始蔡少芬出來選港姐 選上了第三名 然後一選上18歲 辦了一個100萬的 很轟動當時 100萬的那個生日派對 然後當時大家就覺得說 她媽媽講說是她乾媽幫她辦的 這個事情一直到後來後來 蔡少芬紅了以後才說 原來其實她出來選美 跟進入電子圈 都是因為媽媽爛賭 把她推上去 包括那個100萬的生日派對 都是媽媽跟富豪已經拿到了 借這個賭債 當時最有名的劉蘭雄 幫她辦這個派對 整個卻是媽媽一手那個 所以後來蔡少芬跟媽媽一度 脫離了母女關係 她覺得自己我已經還清了OK了 後來結果 後來又再經過時間 大家都信了基督教 現在才媽媽也說戒賭 然後才再復合 這個其實讓我們想到 另外一個媽媽最壞的樣子 就是把一個有名的女兒 尤其在演藝圈的送去火坑 我的火坑當然不是真的 而是高價的跟這些有錢的人 來做怎麼樣子的 有 很多這種演藝圈 很多 以前 可是現在好像比較少了 大概是鄧麗君那個年代裡面 我們還常常聽到有這樣子的媽媽 我只那一個年代的那種歌星影星 真的 所以很多 所以媽媽是 不用一定 然後女兒在房間裡面 含淚跳探狗 所以你知道嗎 鄭浩芬有個外號 就是她媽媽把它當作人肉提款機 就是他們香港就這樣俠外 人肉提款機 對 因為她媽賭得很大 她媽賭得非常大 所以是因為賭讓她失去理性 對不對 也有媽媽真的是覺得說不賺白不賺 真的 那麼好賺 經紀人對於賺錢的方式跟藝人不一樣 重點是新媽或新爸 有時候太招搖了 所以那些賭徒很喜歡找你們 你是蔡紹芬的媽媽還得了 找你來賭 有什麼關係你就欠 反正你跑掉了我找你女兒 所以很多情況是這樣 張柏芝當時那個尖殺令也是這樣 爸爸欠了錢 沒關係 那些黑道就是說我找你女兒 而且我嚇的是尖殺令 你跑得掉 再來一個是小S的爸爸 對不對 對 這個事情我覺得蠻妙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突然想起來 欸 小S的爸爸是誰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都知道 許媽媽在圈內大家也知道 那這個事情是因為爸爸其實 跟許媽媽之前是分居的狀態 那爸爸也有一個女朋友了 叫做冰郎阿姨 那他們住在一塊 那因為這個就賭債的問題呢 就傳說了 因為這有新聞報導了 這個角頭就壓走了爸爸跟冰郎阿姨 那就爸爸情急之下 只好打電話給女兒說可不可以救急 那這事情才爆發說 原來那個徐爸爸是跟許媽媽是分居的狀態 而且徐爸爸已經有一個同居人 深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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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的國民待會兒有講過 從小被棄養 爸媽棄養 為什麼 因為好像 爸爸懷疑這不是他的親生骨肉 就棄養 然後就是給爺爺跟阿姨在帶 然後從小生活非常的苦 還有一個是被女兒 對不對 孔蘭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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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蘭勳是最近的事情 對 他的大女兒跟他女婿開卡拉OK 後來負債千 就是負債到千萬 孔蘭勳把他的錢都給他們去還債 沒想到女兒跟女婿把他兩個中程路的房子拿去抵押 後來被查封 後來查封媽媽也為了兒女 為了就自己搬到了士林 然後女兒說好我幫你付房租 後來四個月來吹角房租 女兒就失戀了 就不見了 可是是一種什麼心態認為說 如果外人都幫了我們 我們自己家人不幫我們 我們對家人的那個恨 會倍增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情感的投射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化解 如果是父母跟子女就會覺得說 我以前養你 所以我有投資在你身上 你現在翻紅了幾倍 甚至要還我家輩 還有一種是兄弟姐妹 我聽過很多就是 姐姐 他可能不是藝人 然後妹妹是藝人對不對 姐姐會覺得說 爸媽媽把機會栽培你 或者說 反正意思就是會去比較 我們是同樣的父母生的 為什麼你有那樣子的機會我沒有 他覺得爸爸媽媽把他生的比較好命 類似這樣會比較可愛 為什麼你就比較漂亮 然後你就比較好命 所以你要對我好 但爸媽對我不好 幫我生的比較差 會有這樣的投射 對 所以結果就是這些心裡 這些爸媽家人兄弟姐妹 在拿錢的時候 一點都不覺得他在拿錢 沒有愧疚感 他覺得你本來就欠我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心態 其實我覺得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好像從個人很難調整 而是我們整個群體應該去 我覺得台灣比較不容許個體主義 就是說個人 像我覺得我一直認為錢應該是要 即使父母也好 你要自己留在自己身邊 然後你適度的有餘裕 可以再照顧好自己的範圍之外 你再去照顧你其他的家人 那小孩子對父母應該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基本要養活都不那麼困難 只要你有個工作 如果要的是奢侈生活 或者說要大頭病的生活的話 那裡面 我覺得那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 如果我們整個媒體 我覺得很不聰明 對啊 我是覺得 可是如果我們整個媒體 大家都覺得 這個小孩沒錯的話 爸媽媽就沒有空間去控訴 對 沒錯 可是我們現在是 當爸媽媽只要出來講小孩 大家就說他不孝 對 幾乎全部 大家就會加上不孝的罪名 其實我覺得不孝的罪名非常大 大到把爸媽媽就是 不合理的行為 對 打他 虐待他 小到一句話 小到有一個秘密沒有跟爸媽分享 都可以被人家說是不孝 好 那另外呢 就是所謂的會 工作人員最可憐的就是 他賺錢的時候呢 養一家人都是應該的 他只要不滿足大家的期待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站出來控訴他 對不對 然後他就要去面對媒體的指摺 而且呢 從此就會列入所有台話節目的這種表 然後一堆的表格永遠有他們 對啊 因為他確實曾經出現過新聞 對啊 所以只要一搜尋出來就列出來了 對不對 真是沒完沒了啊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台灣人常講那個 那個父母 子女是 有這樣一個概念 對 上輩子欠了 所以這輩子我得這樣子 任你就是不斷的 可能蹂躏吧 說蹂躏或煎熬 就是你一直去控訴我怎樣怎樣 那我又不能講這樣子 讓我受這個罪 可能就上輩子欠你的 而且台灣的媒體 尤其是影劇新聞 都是那種犯 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犯道德話 他反正要雅俗共賞 他也不去 也不去深入探道 就是你這樣就是不孝 你這樣就是氣養 對 所以我們如果碰到父母很愛我們 然後很明理 很體諒我們 這是我們上輩子修得好 結得好緣 然後才會當成母女母子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種幸福 反之不是如此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當成一種修行 有的時候我們付出100分 可是回報可能20分 有人付出100分還是付200 有人像我們李楊老師一樣 一毛錢都不用付出 然後可以回饋100 這就是表示 他今生的公 對 你上輩子真的是結好原來的 我真的非常感謝我的父母親 那是真的 可是我想 我其實這麼有勇氣的 在很多時候做了一些 超越那個社會當時所允許的 就像當年25年前 血沙夫一樣對不對 我覺得我的家庭 尤其我的父母親 給我的背後的那個自信跟那個資助 使得我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因此奉獻了一些 還過不了關的那種爸爸媽媽 我父母親都過世 而且年紀都很大了 那麼他們在那個階段裡面 都可以這樣放手 讓子女可以 就充分的支持 可是呢 不過分的約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自己非常感謝的事情 可是要有父母願意支持他 對 沒有幫你一直要拉回所謂的正軌 對不對 可是還有另一方面 你看剛剛大醫師講的 就是說 我如果自己去自討苦吃 去嫁入一個 比如說 非常有頭有臉的家 那我等於是 把我父母給我的優勢 全部放棄掉 然後去服侍另外一個威權的話 這個的話 我當時在評估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要寫小說的時候 我一定不要去結婚 因為我不只嫁一個男人 我還嫁了一個家庭 那你爸爸 你爸爸當時也沒有給你安排 相親什麼都沒有 從來沒有過 只有一次 可是後來他們就決定放棄 因為他們覺得 我媽媽講這樣的名言 我媽媽今年一百多歲 過世這樣 如果我活著的話 他那個時候就可以有這樣的 睿智我覺得 絕對值得現在的媽媽 還在苦海浮沉的時候學習 他幫我相一次親沒有成功 可是後來我就跟我媽媽講 我說基本上我不太想結婚的時候 他怎麼跟我講 他說也好 免得像你什麼六阿姨 什麼姑婆 什麼這些人 他們的女兒 當時都是爸媽媽 給他安排去結婚的 然後現在 那個時候離婚潮已經開始了 那個肚子有一個 牽著一個 還背著一個 回來找媽媽哭訴說 你看當年就是你做主 把我嫁成這個樣子的 所以現在你要負責 我媽媽說 他不想負這個責任 所以他也不要逼我去結婚 是 老師 你的母親跟父親之間感情 是不是還不錯 很好 媽媽滿幸福的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人自己達到了幸福 就不會把那個遺憾加在子女身上 就是我們會常常看到那種 硬要管子女的母親 有時候她自己不是很滿足的 有耶 對 演藝圈 這些列表的全都是家庭主流的 就是有問題 父母親感情是有問題的 真的 所以一個媽媽可以給女兒 最好的祝福是 充分的 支持 不要過分的約束 對 好不好 因為對她們真的很可憐 我們就不要再列表一次 不會一直增加 對 好不好 就有過就好了 好不好 也都試過境遷了對不對 對不對 也在這一世界裡面 大家有多爭賞了一些智慧 對不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再見